解鈴還需細鈴忍 誰解了這個鈴 我覺得是蔡英文總統 解了這個鈴 我覺得說你不要說 現在這個前兩天 他超越中線 大家記不記得M503航線 當時M503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也是起來在抗議 抗議到不下 他也是沒做什麼 人家還是繼續飛 我覺得飛機過了中線 蔡英文這兩天 用非常大的動作在抗議 甚至不惜說一定要把他什麼 要強制驅離或是什麼 我覺得蔡英文說 他要我們的軍 我們的戰績要強制驅離 就哪像民進黨那樣喊台獨 喊了那麼久還是不敢台獨 我相信可能這個 到時候這個驅不驅離 我覺得又是 壯大自己的膽子而已 時間 我是這麼覺得 我覺得兩岸之間的問題 才是真正的兩岸的關係 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問題所在 那我們一定要求同存異 要擱置爭議 多交流 你蔡英文每次遇到兩岸的問題 他就會抱著美國的大腿 是不是 你讓美國的軍艦這樣一再的 越來越跑進來 海峽這邊巡弋 我說實在話你說 大陸的戰機只能夠越中線嗎 大家記得的話 他連東岸都去了 他都已經飛到台東的外海去了 怎麼那時候沒有看蔡英文 政府出來抗議 所以我覺得 你要讓人家聯想到 選舉年到了 他又要拿這個來當提款機 所以他也說 我告訴你我們要同仇敵愷 我們全國人民要團結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 政治的意思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解鈴還是要細鈴人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處理兩岸的問題 才是我最大的關鍵點 要公布那個華為 這個寫得很複雜 簡單講就是要華為 然後1月31號 要公布處理原則 我請問今天幾號 我韓靖不知名 我不知道今天幾號 這個是行政院的簡處長 3月底要公布清單 我也不知道今天是幾號 3月底不是過的 清單在哪裡 所以蔡政府跟蘇院長 會為謀公 我蘇貞昌修理NCC的話 誰都管他不到 但他什麼都不管 你為什麼不去管這個 你召NCC幹什麼 這簡直莫名其妙 這個是獨派大佬 彭明明 他說2020恐怕是台灣 最後的自由選舉 2020最多一次 主持人因為這個獨派大佬 已經不在了 我就不講名字了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 說他感嘆 2012沒選舉了 結果我們現在選2020 他不在了我就孤隱七 他們一直預測錯誤 彭明明說 如果韓國瑜當選2020 台灣就完蛋了 所以彭明明跟我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這樣看就是說 為什麼藍綠都有政治人物 或是媒體人被恐嚇 為什麼 誰在三星風鬼 這是蘋果日報 條工要做這麼大 我跟觀眾朋友 主持人我不是恐嚇 我跟你講一定有人認為 謝龍介是台奸 但是謝龍介顯然不是 但是有人會以為他是台奸 這要出賣台灣的 這不太小 這不死 一定會有人以為這樣 所以有些政客 藍綠也好 他在煽動 我就說你賣過 我就幫你收你 你要賣台 你看在高雄市 因為黃紹廷可以作證 有多少人被韓國瑜嚇到 韓國瑜說 我也不支持一國兩制 他們T恤都做好了怎麼辦 至少穿在那邊 他很希望韓國瑜支持一國兩制 韓國瑜說我就不支持 不行 大家穿個黑衣服 你知道嗎 莫名其妙 所以我會說一定會有人以為 一定會有人相信 所以網路上那些朋友 我不是怪你們 你說我們這裡政治人物 要有一個責任 我們做媒體 我們有辦法講 為什麼要講 不會說這個 會不會有人以為 彭命命講的是真的 這獨派大佬 1996年就選過總統 會不會 韓國瑜都算 台灣就完蛋了 我沒什麼看的不行 會有你以為是真的 蘋果日報 你一個這麼大的報紙 你做這樣的專訪 做這麼大的標題 你要害誰 我們沒有 你有這個意見沒關係 但是我的意思說 會不會有人信以為真 所以那些去恐嚇的也好 那些去怎麼發生的也好 他們是很單純的 可能真的 我沒出財 出財 那不行 他們很不幸的被騙了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誰在三陰峰點鬼火 誰在那邊陷動 我們要譴責是那些 那些去恐嚇的朋友 當然是不對 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這沒問題 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拿這個 剛剛少廷議員提到的 改天如果遇到帥將軍 我一定要請教他 我請問觀眾朋友 有必要這樣子嗎 三軍統帥故意跑去看 這個嘉義基地的聯隊 那個真的是攔截嗎 攔截的定義是什麼 大家要講清楚 你看他挑鋼坐在上面 蔡總統你會開 我不會開 我只會開車而已 你坐在那邊幹嘛 這個叫做做秀 這個就是秀 我坐在F16裡面 又怎麼又怎麼 我只有一句話當我的結論 我請問蔡總統 你故意跑去做這個事情 是為了國家 還是為了你自己 我認為你是為了你自己 我會問你可以查一下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他以三軍統帥之尊 他也去視察過國軍 包括陸軍 包括空軍 海軍艦艇他都上去過 類似這樣的照片 他身為總統之尊 本來就應該有 本來 你那時候怎麼沒有說 馬英九作秀 不是這樣嗎 同樣 你說講這個說 韓國瑜當選 台灣完蛋 某個大佬這樣講 這樣子講 你說這樣叫做恐嚇 類似這樣的藍營的人 對 在批評說蔡英文執政 搞垮台灣這樣子的言論 也一堆 不是這樣嗎 我們對這樣的言論 我們在民主多元 言論自由的國家 我們通通應該尊重 相不相信個人去決定 但是絕對不能有 因為你相信他 然後你去恐惡你去怎樣 這個絕對不行 這是我們要自主的 像韓國瑜沒有講他支持一國兩制 為什麼前高雄市議員民進黨的 每個要問他一次 這不是要把他講成他有講嗎 像我就不會去質疑韓國瑜這個 我一直還鼓勵韓國瑜出來選 趕快你來高雄市議員 民進黨團搞得好 沒有啦 股人有股人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那憲的龍袍就沒有你憲得好 對不對 這一點倒是真的 我那一套龍袍 還有龍蟒 連辮子都幫他綁好了 比較精緻